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准备开启了死缠缠的模式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丁妮 啥 得罪了 小心头 小心腿啊 注意安全 不好意思 小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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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能不能开着孩子呀 在工作室跑来跑去很危险的 我们心里有数 不会磕着碰着的 你们这些小孩子闹够了没有 你什么意思 你多大了 他多大呀 你有没有素质呀 今天补拍了 让他们给我出去 弄走了呀 是不是不好意思啊 在干什么呢 你们这什么情况 他冲着孩子凶啊 把孩子们都弄哭了 那你们也摔坏我们一个镜头啊 什么叫摔坏你们的镜头呀 是你们自己把镜头乱放 让你们老板出来赔礼道歉 这是人家的私人工作室 镜头放在哪儿 那是人家的自由啊 还是你看看他这个工作室里 到处有摄像头 会对你们不利 镜头不用你们赔了 走吧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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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万春梅呢 从假期来那天起 非常紧张 这梁大和也处理得不好 他经常跟身边的工友说 媳妇是靠不住的 所以在他出事之后 补偿金打进了梁老太的银行卡 梁老太呢 一分钱也没有给万春梅 而且还要孙子 所以闹得不可拍交 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调节的 找一个律师打场官司 这一家人的事 要是闹到对博公堂 多没人情味啊 人情味 人情味是很多矛盾的根源 最可怜的就是这孩子